苗栗县长刘正宏的胞弟刘正池 他涉嫌窃占国土案 今天市林地检署第二波贞结 针对农民银行的抄贷案 还有前国产署官员的土利罪 起诉刘正池跟前国产局长洪宝川等四人 刘正池呢 他在阳明山的七七行馆遭检举是大违禁 而阳馆处许多官员又涉嫌放水 违法给予建筑执照 而刘正池又向农民银行抄贷了8500万元 检方是抽丝剥茧 指引刘正池靠着哥哥刘正宏的权势 向国产署施压 才可以顺利地买下七七行馆的土地 因此也认定国产署官员图立刘正池 不仅如此 刘正池也还没有还清 向农民银行抄贷的款项 所以在以诈欺罪遭到起诉